网络图据美媒报道,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日表示,他无法保证联邦政府在本月不会停摆,并威胁如果两党谈判结果中,没有他想要的边境墙预算的话,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 据悉,特朗普3日上午接受了JBS的采访,该采访的下午,超级晚赛前播出。 报道指出,联邦政府的短期预算,将在2月15日用完,两党也在进行谈判,以便尽快达成协议,避免政府再次停摆。 而特朗普要求增加数十亿美元的边境资金,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,在他们于去年年底的谈判陷入僵局,迫使联邦机构关闭35天之后,两党议员的希望可以避免再次关门。 我不喜欢把檀判桌上的选项拿走,这是另一种选择。 这是国家紧急情况,特朗普对CBS说,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边境。 而拥有强大边境的唯一方法,就是需要一个物理障碍。 特朗普数周以来,一直被写要在西南边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,此举将使他能够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建设资金,转向建设隔离墙。 然而,紧急声明,几乎肯定会遭到法律的挑战。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日晚上的国情资文演讲中,有望重点关注移民和边境墙预算的问题。 白宫官员表示,特朗普在国情资文中将使徒与良保妥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。 此外,特朗普在采访中,对有关特别检察官穆勒,对其团队通俄门,调查的问题应寻时,并未直接回答,穆勒,是否应该公开其通俄门的调查报告,而是表示,这取决于司法部长,我不知道调查报告将会说什么。 特朗普在谈到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的问题时,特朗普表示,他希望让一些驻伊拉克美军,留在那里继续监视伊朗。 我想做的,就是门口关钉着伊朗。 我们在伊拉克建造了一个昂贵的军事基地。 他非常适合观察陷入困境的中东地区,特朗普说。 鉴于有报道中,国务卿蓬佩奥,正在考虑在起家乡堪萨斯州开启竞选国会参议员的道路。 现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茨,将会在2020年退休。 对此,特朗普当天否认了相关报道,并称他非常喜欢让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一职。 我前几天问过他这个问题,他说绝对不会离开。 另据媒体报道,当地时间2月3日,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增加3750名现役军人前往美墓边境,协助美国海关和边境管理区,进行诸如移动式巡逻,在边境增式铁搜网等工作。 这批军队将在美墓边境停留至少三个月的时间,美国防部称,这将让目前拉住美墓边境的现役军人总数,达到4350人。 美国国防部从去年10月开始向美墓边境派驻军队,此外还有2000。